望信之星河滚烫 第28集 我记得的 许诗当时的气氛太微妙 魏无限有种错觉 蓝望迹像在暗示他 没有他 他过得并不好 又是辗转难眠的一夜 以至于第二天上课的时候 他基本上处于半浑浑饿的状态 一浑浑饿脑袋就开始胡思乱想 一虎思了乱想就想到蓝望迹 盯着讲台上的PPT神有了好久 连PPT版面的浅蓝色 他也能想到蓝望迹 他回想着过去的多少年 都是他依赖着他 哪怕是中间断开的这两年 他遇到事情也总是不自主地 假设他还在身旁会怎么样 自己真是没多大长进 这一节课是英语口语 大半的同学被老师亲点上去交流 魏无羡有些庆幸没有点到他 否则他大概率会很难看 等下课的时候 魏无羡收拾着书本 漂亮姐走了过来 敲了敲他的桌面 难得的好语气 下次上课注意一点 这么明目张胆的的走神 你倒是第一个 停顿了一下又说 年轻没有什么事过不去的 如果有就跨过去 魏无羡一时雨色 好像说得对 又好像不大对 但他还是卖乖地点了一下头 魏无羡把书里的书 往五哥怀里一塞 我出去一趟 估计会晚一点回来 晚一点 五哥嘿嘿笑了起来 那样子有些猥琐 晚是重点吗 重点是河水 去哪 袁颂撇开嘴 同样的吃瓜的脸 魏无羡摇摇头 我去市区 自己去 从A大到市区 有半个小时的车程 中午时分还是有些热 魏无羡从教学楼离开 快步到了公交车站 坐上了去市区的车 过两天就是他的生日了 每年他都会自己买两份礼物 一份给自己 一份给蓝忘机 一直以来养成的习惯 很难改 也不想改 他在市区转了一阵子 最后还是去了那一家 他经常关过的糖果店 他喜欢甜的 这两年更加的喜欢 最后他买了两罐棉花糖 只因为糖果罐是航天机的形状 魏无羡回来的时候 正好是傍晚 拿着电话犹豫了许久 还是拨了出去 彩铃声响了许久 他忽然有些恍惚 重逢之后 他和蓝忘机的关系 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 每一次想找他 总是需要做许多的心理建设 没有勇气和从前一样 肆无忌惮地去打扰他 而蓝忘机 好像不会主动找他 铃声响了很久 没有人接听 魏无羡有些颓然地 收回了手机 心里的失落不止一点点 可是他真的很想见到他 魏无羡走了几步 转身停住 然后回头飞快朝蓝忘机宿舍跑去 开门的是一个戴眼镜的瘦高个 看到魏无羡有些惊讶 你找谁 蓝忘机在吗 魏无羡问 不在 刚出去了 眼镜男说 你知道他去哪了吗 魏无羡问 眼镜男看了看魏无羡 手网上指了指 他拿了烟出去 估计在天台 天色有下暗 天台空旷 只有墙壁上一盏昏黄的灯 魏无羡一眼望过去 就看到蓝忘机 站在阳台的角落 身上笼罩着一层阴影 他靠着栏杆 看着远方 白色的烟雾 从指尖鸟鸟生起 散开 有烟灰一点点地往下掉 整个人透着说不出的寂寞 魏无羡走了几步 蓝忘机就回过头了 蓝忘机眉头醋了醋 把手里的烟暗灭 嗓音有些冷有些哑 你怎么来了 我给你打电话 你一直没接 魏无羡看着他说 蓝忘机撇过头 垂眸看着脚下的阴影 没拿手机 有事 魏无羡愣了一下 心口像被堵了一团棉花 声音闷得难受 没事就不能找你吗 蓝忘机的视线 回到他的脸上 沉默了几秒 又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 拿在手里把玩着 魏无羡 我说过的话你都不记得了是吧 魏无羡愣着 试图从他这句话里 找出什么端倪 可他还是一如既往 一副淡漠的神情 甚至比从前更甚至 魏无羡忍不住了 我是不记得了 我记性一向不好 若是我忘了什么 你为什么不能告诉我 蓝忘机愣了几秒 忽然就笑了一下 也不知道在笑什么 最后他说 喝 原来只有我一个傻子 魏无羡 两人就这样静静地站着 思绪飘得好远好远 魏无羡忽然想起来 那天蓝忘机的笑就跟此刻一样 落寞受伤 蓝忘机 我也是个傻子 不是吗 魏无羡鼻子一酸 眼眶就红了 还好夜色遮挡 不至于太过狼狈 我记得的